為什麼馬總統會去談到有四個原則 來作為我們不管是讓九二共識賦予新的意涵 或甚至做調整的必要性 就是因為我剛剛講的 過去這一年因為主客觀因素的關係 加上國民黨的辯護不夠有利 以及能夠讓年輕人接受四個條件 第一個馬總統強調的 不能夠違反我們的憲政架構 我們的憲政架構大家很清楚 為什麼民進黨不敢動 我們憲政架構加上我們的徵修條款 到目前為止還是以追求國家統一為目標 這個憲政架構不能改變 第二個民意的支持特別強調 這個民意特別是針對年輕人能夠接受 的一個新的意涵或新的解釋 第三個最重要當然是 你要有新的論述 一定要對岸能夠接受 而且國際我們重要的友邦 特別是美國 他能夠理解能夠接受 那這四個要點 是我們在跟馬總統討論過程當中 大家覺得在符合這四個基礎之下 如果九二共識能夠有新的意涵或新的闡述 這是產生新的名詞 可是不違背這四個重要的基本基石的話 或許可以走出一條已經被抹紅了 或已經被污名化的舊的九二共識 一個新的路來 所以這個背景我必須要強調非常清楚 再來我們為什麼提出一個民主保台 就是說蔡總統在當選 當天晚上提了八個字 八字真言 民主和平對等對談 這種是類似普世價值的東西 沒有人可以去反駁它 重點是食物上能不能做得到 這是兩碼的事 所以我們馬總統說 民進黨跟共產黨必須要先化解敵意 為什麼蘇起九二共識的發明人會說 他很擔憂未來國民黨在兩岸的議題上面 已經沒有角色了 可能就是白狼黑狼的衝撞 就是民進黨跟共產黨之間的問題 可是我一再想到 作為一個最大在野黨 即便我們現在席次只有三十幾席 但是我們不能置外於兩岸 我們也不能置外於監督 民進黨未來的兩岸議題的走向 即便我們是少數 我們要有這個志氣繼續要扮演一個忠誠的在野黨 以及監督兩岸不能走偏了 而且必須有國民黨自己的論述 這樣的一個基本價值 所以我們去拜訪馬總統只是一個棋手士 我們想知道馬總統執政八年 特別他歷經九二共識的過程當中 他怎麼看待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所謂的民主保才是 第一個我們要確保台灣民主價值的存在 以及自由的選舉 不會因為這樣有受到任何影響 第二個我們要求對岸降低敵意 不只是邱毅所說的什麼武統什麼的 我們是要要求 把他送過去 我們絕對要要求 對岸應該要放棄所謂 對岸必須要放棄武統這個選項